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大陸那套長津湖大賣 講朝鮮戰爭 韓戰的電影 香港有導演參與 厲害 票房超過30億 他們當然是賺到盤滿盤 這套電影在大陸大賣之餘 亦成為主旋律電影 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在大陸除了講長津湖的劇情外 看完長津湖的觀眾的反應 訪問了一個年輕女 哭到七彩 一路對著鏡頭 一路流眼淚 在拍攝ROLA的時候 有些穿軍服 有些平民百姓 起身就向ROLA這套電影 行軍來致敬 我覺得這個宣傳已經到這個地步 但是不單止 你稍為批評這套電影或者批評韓戰 究竟質疑這套電影或者韓戰 是否符合真實的歷史資料 又或者這場戰爭為何要打呢 為誰而戰 為何而戰呢 大陸一個前傳媒人 羅昌平就在 網上 在他的微博那裏 提出這場戰爭的正當性是什麽 亦都在講這個 所謂冰凋連 穿著很單薄的衣服 在雪地上埋伏 不知道是多少天 令到最後百多人犧牲了 就變成了冰丁 用來做宣傳引以自豪 這位前傳媒人質疑 笑他們叫做沙丟連 亦都說 有人質疑這場戰爭的正當性 如果今天沒有朝鮮戰爭的話 金家王朝是否還在 統治北韓呢 你看看南韓這邊的情況 是否比北韓好很多呢 羅昌平就被刑事拘留 侮辱先烈 不單是直接 去批評這套電影 批評朝鮮戰爭出問題 還有一些東西是完全不能說的 以前都試過的 譬如 蛋炒飯三個字 如果連起朝鮮戰爭來講 就會出事 我不知道在餐廳叫蛋炒飯 在這個飯店叫蛋炒飯會不會出事 為什麼蛋炒飯會不會出事呢 有個網民 在網上寫了個帖 網民的網名叫做很複雜的 叫做左右的右右 在留言裏面說韓戰 韓戰就是 是說 朝鮮戰爭不去的汗就用很冷的汗 就用香港一套電影 就是 警察最高層的權力鬥爭的一個電影韓戰 最大的成功就是 蛋炒飯 感謝蛋炒飯 蛋炒飯已經成為禁止了 為什麼蛋炒飯不行呢 30億票房的 這個長津湖 就 看完之後那些網民有敢而發 寫了蛋炒飯 這個網民最後 被 送了入拘留所 行政拘留十天 那個 網民是這樣寫的 左右的右右的 韓戰最大的成果就是蛋炒飯 感謝蛋炒飯 沒有蛋炒飯 我們這 就跟 曹怨一樣會區別 這些我看不明白 當然 可悲的事現在有區別不大 然後 沙丢連不能說 沙丢連沙丢連沙丢連 連續三個沙丢連 這個感嘆好 那就 他被行政拘留 南昌新建公安就發了一個警情通報 你看完之後都是不明所以的 他是這樣的 他说2021年10月8日公安机关接到群众的举报 网名左右的右右在新浪微博发布侮辱抗美换潮 志愿军英烈的言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接报之后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迅速开展调查 并于当日依法传唤了这位左某东 男42岁 新浪微博名是左右的右右 姓左的 经查左某东对其在新浪微博上 发表侮辱抗美换潮 志愿军英烈的违法言论行为 公刑不毁 是我做的 公安机关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署罚法规定 对左某东作出行政拘留实惠的处分 警方提示 英雄烈士不容泄逐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是不是很熟 香港的官员也有说 谁说 大家心照 对侮辱 诽谤 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语 名语的行为 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 主希望港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规则 这个法规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2021年10月10日 这边 南昌新建公安的 警情通报 那我就想问 为什么蛋炒饭会出事呢 其实蛋炒饭就当然有个典的 有个典故 蛋炒饭是什么事呢 网络一直流传 很广 有关于这个蛋炒饭的典故是什么呢 就是说什么呢 有一段这个秘密 就说毛泽东的儿子 叫毛岸英 就是死于朝鲜战争 死于朝鲜战争是怎样死法呢 正如 说是尼锋后榜赢 这个是大陆 何雷锋 说雷锋是劣士 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共产主义战士 但是最后 历史资料揭发雷锋不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这个军人不是在执行任务 死的 而是不知被一条棍 浪衫的棍在高空掉下来扎死了他 这个也是在网上流传 或者是很多人说的 就说雷锋也不是死得那么轟烈 但是雷锋之死 如果真相是这样 是不可以 不可以再说 说真就逮捕你 可能会是侮辱先烈 这个 毛岸英是怎样死的呢 他就 有一个说法 就说他是 在美军轰炸 朝鲜在朝鲜先生的时候 一路炸的时候 利用美军 轰炸那个间歇的时间 落了一批炸弹 回房 回去 再上弹 然后才再炸 不是好像今天那样 五零年代 就是在防空洞外面 做这个 蛋炒法 于是这个烟通就没了烟 在那些 防空洞的屋 外面 都是做 烧柴之类 美军发现了 就 弄了个燃烧弹 于是炸死了 这个 这个 没有办法证实是真 没有办法证实是假 但是在大陆就流传了很长的时间 以往也都有人说过 毛岸英是死于蛋炒饭 说完之后也是被人抓过的 这次 长津胡作为主传电影 这个朝鲜战争 第一就是反美 反对美帝国主义 第二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 因为保卫家园 所以出兵朝鲜 第三就是 没有这个 志愿军的装备非常之落后 不过在这场仗里面 也都是赶走了 赶跑了这个美帝国主义的军队 这个港版是被禁的 也有 文件 文件就是 7月15号湖南长沙士居行 2021年中国网络诚信大会 发表了这个正本称 原名理增讯 涉党史辟谣 列出十大涉党史辟谣 第四大是关于毛岸英 毛岸英的牺牲是因为打炒饭暴露了目标 这是谣言 第十大是出于朝鲜战争 抗美援朝不是保卫国家 这是谣言 抗美援朝是保卫国家还是不是保卫国家 一定要 一锤定音 不可以有任何质疑 罗昌平转发其中一个网友说 如果今天中国没出兵的话 北韩人民的生活和南韩 很接近 这也是一个 很客观的历史 的一个定论 我都说过 在卫星映下来 北韩除了平壤有少少 灯光 讲夜晚 之外全国都是烏灯黑火的 南韩就不是了 金碧辉煌 还有就是 究竟 朝鲜战争 中国的 战员军 牺牲了多少 死了多少人 中国官方的数字 是接近20万人 叫士兵 但是历史学家 都说这个数字 实际的死亡人数 是高得很多 正如在长津湖的战役里面 其实中国的 除了死了百几个 冰凋链之外 有相当多的伤亡 但是美军是全身热退 所谓打走了他一个人都没死 连伤员都带走了 连这个 所有的武器全部都带走了 那么 还有就是 究竟 这个朝鲜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呢 第二 中国为什么会出兵呢 亦都在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比如朝鲜战争发生的原因就是 因为金氏王朝 这个金日成 想发动战争 就要 一举要统一整个朝鲜半岛 那么 当然中国会着急 就怕着 那里也都近中国边境 其实 其实 理论上是老大哥应该是 出兵制止的 但是老大哥 就不做 就要找小弟弟 就是毛泽东 斯泰林不做就找毛泽东去做 于是毛泽东 咬牙关 找彭德怀 做这个总司令 就去出兵 这个 要 朝鲜 因为美国介入 就要出兵朝鲜 阻止这个美帝国主义 令到这个金氏王朝 金日成 这个北朝鲜的皇帝 统一南韩 这个梦 是希望可以助他 就是 一把 结果呢 打完一轮之后 back to square one 仍然在三八线那里 划了一个线 在南北对峙 那么这些历史呢 究竟是谁发动朝鲜战争的历史呢 中国大陆也是 不可以说的 是不可以 在那里讨论 总之 定了案的事 就不可以讨论 现在中国大陆的情况 你讨论就能拘捕你 那么 来昌平有个例子 质疑这个沙丢连冰丢连 跟着这位 网友就是说这个蛋炒饭 又是另一个例子 行政拘留 总之就是 我不理你 你的内心想什么 内心想什么暂时来说 估不到 如果你 出面 说一些这样的说话的时候 在网络上发表的时候 就动你 就拘捕你 说了这番说话 其实不是只是笑中国大陆 说言论自由 当然没有言论自由 是吧 只得 主船队的自由 只是笑他 大家会 居安私危 都不是居安的 香港 都是很危 香港的情况又怎样呢 香港会不会仍然 最后都没得谈 全部都是一言堂呢 我相信这个情况是 不愿意 大家还记不记得 说这个病毒 溯源 找这个病毒的源头 世卫要求 入中国大陆 再做一次去武汉 找这个病毒源头 被中国的官方严刺拒绝 然后 美国又说要找这些情报机关去查 这个病毒的源头 中国也都 罵美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查查你们那边先 为什么一定要查我 然后BBC也有个报导 说 武汉社医院洩漏 这个病毒的可能性很高 有很多这些讨论 在香港 都会有这些讨论 理学校都会讨论 即使没有通息 都会讨论这个问题 我经常都说 国安法这件事 就不只是 社会科学 人民科学 才怕会讨论政治 违反国安法 纯自然科学都会的 刚刚讲病毒源头 都有机会的 问一下杨远雄 在学校里面如果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不可以播BBC的片 杨远雄的回应是什么 很清楚 他说国家已经有了定论 还为什么要播我这些片 杨远雄这个说法 跟今天 不可以说蛋炒饭 不可以说沙丢链 其实是一样的 同出一切 只要国家有了定论 看下人就不能够妄议 学校教育不能够讲 学术的研究都不能够做 其实他意思就是这样 中央已经有了定论 他又不是用中央 他说国家已经有了定论 为什么还播这个片 换句话来说 在学校里面 是不容许 有任何的争辩 正如 又再讲早点 不是今届DSE 再上一届DSE的历史科 是吧 讲日本侵华 的这个题目 最后 是要撤回 整个 这个问题 是吧 就是说日本侵华 只是有坏 没有好的 说过日本对中国的态度 只是有坏 没有好的 是吧 利多于弊 还是弊多于利 只得弊多于利 弊多于利也不行 因为什么多于利 哪有利 一定是港币 全面港币 但是 历史的东西 是不是在政治上 今天你这样 就 这个定论 到第二天 政治的风气改变 就有第二个定论 历史的东西 其实是不停 这样 虽然历史事实是存在 你怎样评价 历史是很复杂的 例如 日本和中国的关系 在他们变成军国主义 打中国之前 日本是否帮中国很多 如果不是的话 为什么当年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当年 在中国搞革命 说共产党革命的 说共产党革命的 我最近看了这个 什么觉醒年代 看了几集都不太顶得信 那么多人包括李大超等等 都是在日本 读书然后回到中国大陆 当年的 中日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日本留学的呢 日本政府对他们的态度又如何呢 这些是很值得研究的历史 不问 不说 不研究 总之 根据 官方的标准答案 你直接就 写下去就可以了 那我又想起 最近在网络流传的一个工作址 就是讲这个 我都不知道多少年班 没问清楚 可能都看样子都是小学 或者是初中 工作址是写什么的 就是这样的 他说 以下这个题目 没有什么有争议的 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 请家长跟同学一起做 就是说什么呢 说林郑 最近发表这个施政报告 请大家举出 三点 你认为是做得好的地方 现在已经是去到这个地步了 不好呢 不要写不写得 不写得 没有 没有位置给你写 他只问你好 为什么写不好 一写不好可能是零几蛋 就是 官方定了下来 底下是不容许讨论的 公开讨论 学术讨论 在课堂讨论 工作址的讨论 都不可以 中国大陆 和香港 香港和中国大陆 越来越接近 是很多 清清楚 不是蛛丝马跡 摆到明 光明正大告诉你 这条路是 大家走在一起 好 聊到这里 支持我 支持我 深夕厚发的 多谢你收看 早前呢 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 这个L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隐藏你的身份之外呢 有些秘技 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的 例如如果大家有看这个Netflix 的话呢 有些片呢 即是美国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过这个Lot VPN 登入了美国的网址的话呢 就有机会看到 在美国 播出的一些电影 或者是电视剧集 又例如呢 如果你在网上买一些货品 或者是订机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规定 如果你在当地订的话呢 你有机会拿到比较大的折扣 透过Lot VPN 登入了当地的IP address 你有机会 是买到比较便宜的机票 或者订到比较便宜的酒店 不过每间公司的政策都不同的 你可以试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现在订Lot VPN 就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大的折扣优惠 透过这个网址 和用优惠码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个两年的计划 平均一个月是三个七毫一美金 还加送一个月免费 一个大小 六个设备 可以一起上网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试试